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阶线性的微分方程 它的一番形式呢是 Dy必须Dx加上Pxy等于Qx 那这个是一个方程 当然这个Qx等于0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P这个Dy必须Dx加上Px乘Y等于0 很容易解释这个Y字等于C 乘到这个E的负的PxDx的基分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用这个常驻变异法呢 把这边的C改成某个某个关于X的变量 比如Cx 然后呢就可以解释它的这个通解 这个长度变异法现在后面也有介绍 那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这个配色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Dx乘调变成 Dy加上PxyDx等于QxDx 然后两边同时乘上E的PxDx基分次邦 乘上这样一个系数 那么左边呢就可以划成一个这个权微分 就是这个DyE的这个PxDx的基分 右边呢就是主导主导Dx 可以看到是 这边没有Dx没有Y 那就两边同时的基分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通解 是等于这个Y等于E的这个Fu的这个PxDx基分 这个它的括号里面是C加上这个基分 QxD的Px再基分次邦 就这样一个通解 这个通解呢把它记下来就一个套公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一个特殊的可以划成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微分方程 就是波动力方程 那么这个东西方程就是形容 DyE比Cdx等加上这个Px Y等于Qx或者α自方这样的一个方程 形容α不等于0或者1 事实上当α等于0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这个可以直接分离分离变量 α等于1的时候移向过去还是可以直接分离变量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α不等于0或者1的形式 α等于0就直接是那个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α等于1的时候可以移过去分离变量 那不等于0或者1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两边同时乘上这个Y的负α自方 正在那边是把右边的Y的α出到左边 然后左边呢就可以划成一个 这个Y的一个1节α和Dy外的负负α自方 但是这个Y等于1节α自方呢 上市就划成了一个1节线性的微分方程了